好,今天10月2号啊,我们就带孩子出去海边去转一转啊 因为暑假的时候那个因为疫情那个原因也没出去 所以今天那个我们准备去那个秦皇岛昌黎黄金海岸啊 高速了啊,高速了我们从北京那块到秦皇岛应该是在高速费应该是110还是120左右啊 今天是国庆节,然后又把这来回这高速费给省了 省200多块钱,能吃断好的了 现在进了服务区啊,进了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孩子上个厕所 发现现在每次都在这个这个玉田那个服务区休息一下啊 差不多基本上是路的一半,服务区进来以后 基本上那车厂那车都已经都满了,全是全是车停的,停满了 然后现在还有一个就是大的那个服务区,这边基本上现在都引入那个品牌了啊 它这个肯德基,永和,豆江,现在都已经进入了,服务区了,基本上都进入了 而且你看现在这服务区它这个地方都是扩建出来的,以前没有这个这个建筑啊 你看那后边是那个以前那个服务区的那个楼啊 现在等于它这边都给扩建出来了 以前那个控场还是挺大的,但是现在又都新修了这些东西啊 现在就是能多收点租钱啊 堵车了啊,那个高速上堵车了 刚才刚看的一个那个连环的四辆车都撞别了,警察也来了 现在估计前面还有个五公里的样子都是堵车的 不知道这五公里应该半个小时二十分钟都不能过去 估计差不多 现在反正还是在走呢 应该就是撞了有个一条车道能给站了 现在还在走啊 我终于到这个堵点了 那堵了,这是一个多小时了,这是干什么的这是 这是修路还是弄什么的 看一看吧 这是一个消防车呀 我天哪,这应该是着火了呀 这车应该事故车已经给轻走了 大车 这应该是大车过来给他找火了给他那个什么了 这车 熏黑了,蓝个都熏黑了 刚才看那个救护车呀各种警车呀特警什么的都往那边赶过来的 现在应该过了这个点儿都没事 然后还闻着一股这种焦糊的那个被水滋灭的那个味道 这又堵车了啊 现在刚才看见前面是有一个翻车了 那个什么车又来了,那个救援车又来了 我天,这是什么车翻了这个 警察还得不让走 这什么车也翻了 哇,终于到那个酒店那公寓了啊 你看这名字叫半岛啊,挺霸气的 好,去房间看看 好,进来了啊,到房间看看怎么样 我们订的是一个双人床加上一个高低床的一个房间啊 能住四个人,小孩 反正这样就不影响了 一个高一个低不影响了 看看海看看海,开门 你有一个阳台啊 这个高度是八层啊 这边整个也是一个,就算正面的吧 一个海景啊 这边是前面它有一个新的一个酒店 就可能挡掉一边 挡掉一边 这个角度也可以了啊 这是黄金海岸,昌里黄金海岸 这边有坐船呢 有坐那个船玩的 行,我看看那个卫生间怎么样 它这个床其实装修还是比较一般啊 家具一般的电视也挺老的了 这怎么还有点那种东南亚的那种风格的这种柜子 有这个小冰箱 这个是卫生间 看看卫生间 其实卫生间其实还是不小呢 就是装修啊什么的 稍微简单一点啊 其实它这牙刷牙背 这个公寓也都带了啊 洗沐浴露,洗发水 然后便吹风也有啊 都配了 然后拖鞋也都不用自己带 用它的也可以 好,我们到这个海边了啊 然后我们住的这个是 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出租前台 有一个前台 然后它会在这边出租 这个就是可能管理的更好一点啊 我们住的这个房子 它是那个三百三百六十九吧 不到三百三百七的样子 是一个正面的一个海景 加上一个儿童的一个高低床 加一张大床 可以住四个人啊 这样能住下来的话 就会相互影响晚上睡觉的时候 如果你像那个人少的话 或者带一个小孩的话 它那个还有什么双 一张大床 一张单人床那样的啊 就是或者说它那个朝向 可能稍微侧一点 那个对着海 那个就两百多块钱 下边其实它还有一个吃饭的一个餐厅 有个配套餐厅啊 也有早点 门口这有一个小超市进去 里边停车都是免费的 那个时代海岸好像停车就是收费的了 好 我们在这个沙滩上玩一会儿啊 这个海水还不错 挺干净的啊 挺干净的 革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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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革地去 爸我给你拍照就行了 我给你拍照就行了 我给你拍照就行了 以前这块应该是秦皇岛最好看的 最棒的一片那个沙滩了 现在这个质量感觉不如原来了 现在可能那沙的都被别地儿 别地儿那海滩那个都给搓走了 现在这海滩不如沙的沙滩不如原来那个好看了 这不用花什么钱能让孩子玩一天的地方 基本上也就这样了 海滩海边娃娃沙子娃娃沙子 累个大坝 基本上他这是过完十一啊 这些什么沐浊艇啊 这些帆船啊什么的 这边基本上就都收摊了 来年再说了 这一年也就是半年的一个生意 再加上断断续续的疫情啊 这边这旅游觉得也是 这冲击真是太大了 像我们住这种房子 包括那边那个海边那些房子啊 就是冬天的时候看过 斜程上基本上也就是50到八九十块钱 就是最便宜的那种啊 可能不是一线海景 就是或者朝向一般的 就真就是几十块钱一天 我摸摸这个海水凉不了什么温度 还是挺凉的现在 鞋湿了吧 那一会儿鞋就湿了 鞋就脱了 要是看一会儿裤子也湿 你看吧 你看人家裤子湿了吧 又很快很快 鞋湿了挖子湿了 然后裤子就湿了 拖拉机来了 拖拉机要把这些快艇 摩托艇都给收到收到那个沙滩 收到远处去了 就把上收摊了 挂上钩 然后拖拉机就给他拽走了 上了一家 这个叫奔山仙 奔山仙 哎呀 就半天都不认字 是吧 哇 这家那个还挺火的啊 特别特别大的一个 从那个外边那个大厅都已经坐满了 然后这边里边是一个厅 然后楼上还有二楼一圈的厅啊 好菜基本上上来了 刚才上了一个那个干边豆角 刚才说不要辣椒 然后又重新炒去了 来了一个小八爪鱼 然后这是蒜子堵条 然后松仁玉米啊 然后一共四个菜啊 就点了四个菜 到时候不够再说吧 没点什么海鲜 看旁边那桌好家伙 那个海鲜那个可劲的灶 螃蟹扇背 各种的那个什么带壳的 都是带壳的 所以我们这就简单点就完了啊 哎呀吃了半天觉得还是这个最好吃啊 这个这个肚条的也最好 不然那个你要在北京或者其他里边饭馆里边吃这个 点了什么肚条和肚丝什么的 尤其那个盐爆肚丝啊 那个山东路肚菜名菜盐爆肚丝啊 就是给了一个肚丝真的是 你得从那香菜格里边挑 那边那个秦皇岛昌里里边吃过两次这个肚丝跟那个肚条和肚片啊 人家根本就没有肚丝就是直接就是肚条或者叫肚片 这是大块的特别给的量特别的多啊 然后再加上这个蒜苔跟那个蒜啊 这个味道真的没得说啊绝了 哎呀吃完了准备溜达回去了 那后边这个叫这叫什么奔山仙是吧这下字178刚才吃的 还是一美团还便宜五块钱 这条街这条街全是那个昌里这边的一个美食街啊 全是饭馆大排档这种其实应该是菜系都差不多啊 有点东北菜卤菜这种感觉加上那个海鲜 哎吃完了吃完了明天来哇这北京人家海鲜啊 这我就发现旁边刚才看见有两家叫什么北京人什么什么的地方啊 这冷清静这一叫北京人坏了 那这是为什么呢跟这名有关系吗 那北京人家 马路这边这也叫北京什么天鹅海鲜天鹅海鲜什么家常菜啊 这里边这个生意也也一般吧一般 这个不是一沾北京人这名字就坏了 大排档过来这还有一个肯德基是新开的 然后还没在那个我看还没在那个高德地图上面有那个标注的 旁边是毕生客两个一块啊攒一块 买了个冰激凌啊这个是那个景区的那个餐厅啊里边那个价格还是贵 然后使不了那个什么优惠卷 我这个在他那个外面吃啊 那肯德基那外面这座啊 这是浓浓的一股那个海鲜大排档的味儿啊 又吃了这炸鸡了 然后又闻着那个海鲜大排档的味儿 还能看着海 白天还能看海啊 海景餐厅 这也不错的啊 我这里边有看行点一个汉堡的一套餐都是五十多块钱往上